剛剛開場說賴清德很無聊 拔劍事故心茫茫 欸 對手咧 對手咧 結果對手還在互打 他們還在打這個會外賽 還沒進入到會內賽 所以賴清德要讀 something 可是這個新聞 哇 我真的是看完新聞後 我嚇一大跳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大跳 美國送大禮 賴清德出訪前 台美簽署貿易協定 短短三句話 非常多的訊息 第一個賴清德出訪 憑什麼出訪 什麼時候出訪 去哪裡出訪 呦 有時機喔 8月去巴拉圭總統 就可能出訪了嘛 那出訪去中南美洲 慣例 慣例 過季美國 慣例 過季美國的時候 見一些大人物 照點事 這是第一件事 這件事情 台美FTA有可能嗎 有 對 有 對 就是這樣 第一個是說 你是主幹 你可不可以保持一些神秘感 沒有 我主幹直接告訴你 對 要簽了 過程 比較過程 就這幾個禮拜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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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講 賴慈欣德沒有 拔潔斯呼吸 他滿努力的在堆積 他自己的能量 一個人的馬拉松 譬如說他跑客家的 學客家化 對 學客家化 然後跑客家 天啊 三天兩頭就去跑 他前天又跑去跑了 所以就是說他知道這個地方 可能是他的弱點 所以他就用勤快這件事情 拼命 拼命增加這個 他的出現的能見度 然後來作為他的補強 然後各個領域之間 譬如說年輕人的啦 雖然他最近因為喝全糖珍奶 也被攻擊說是為了搶年輕選 但是他的確在YT上面 開始有影片等等 他的總總做法就是 各個區塊他其實都在努力的經營 好 那當然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選總統總是要有一些 國際上面的高度 他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那至於說台美簽署貿易協議 這幾個禮拜就要簽 第一部分的21世紀 21什麼世紀 台美貿易倡議 對 因為我訪問過李淳 經濟部市長 他跟我的講法是說 台美21世紀好難唸喔 對 第一件事情我就跟他抱怨說 這個東西我都唸不出來 這件事情我們已經跑了900公尺 總長是一公里 但是我們已經跑了900公尺 那剩下來的是什麼 剩下來的就是因為美國現在整個的氣氛 其實沒有那麼想要簽單邊的 然後所以他們 但是因為是台灣 沒辦法 所以 對 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有好幾個部分 然後所以現在已經 這幾個禮拜要簽第一部分 年底之前會把整份全部簽完 而這件事情就是 是台美FTA的前奏 也就是說 明年的下半年 可能就會簽台美雙邊的FTA 我懂了 第一階段是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對 那這個21世紀貿易倡議 現在縮集完成99% 因為裡面有五項議題 對 那這五項議題包含 貿易便捷化 中小企業 反貪服 法規實務 服務業 國內規章等 這個一簽 就是往FTA去簽 對 所以說如果能夠在今年6月就是上半年 簽完台美貿易 21世紀貿易暢定的話 下半年就簽FTA 沒有等到明年上半年 是今年就會把21 對今年上半年把21世紀簽完 那今年下半年就是往FTA走 明年 明年就往FTA走 也就是說在這一兩年之間 台美的貿易的簽署 幾乎都會完成 所以是不是美國送給 這個賴清德的大禮 我覺得美國本來就了解 就還算了解賴清德的 這個兩岸路線等等 那所以有沒有特地要送他一個大禮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 應該是說 水到渠成 對 水到渠成 台灣自己很努力 台灣自己拚了老命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的確也就即將開花 結果 那時機上面是不是正好 碰到了賴清德要出訪 也就這麼剛好 那一切都是老天決定的好嗎 各位 所以賴清德有沒有天命 看起來有喔 這件事情其實我坦白講 如果美國可以加緊攪拨的話 對於民進黨在今年的選舉 絕對是加分 因為每次國民黨都罵 阿姆劉你不是跟美國很好 你們簽約啊 不是 你們變邦交國啊 阿姆劉你們不是跟民進黨很好 你們簽台美FTA啊 這個簽的話可以賭出國民黨一半的嘴嘛 對不對 你是最熟悉老柯的人喔 你跟他在市議會互動了四年嗎 長期觀察他而已 長期科學家阿姆劉 我想問你幾件事喔 第一件事情是5月8號 柯文哲正式登記挑戰2024總統大會 我是覺得這個畫面很假 因為他的登記登記什麼 登記民眾黨總統的提名的登記 他就是黨主席啊 民眾黨也沒其他人啊 他這個登記就是為了刷一波版面 證明自己要玩真的 那為什麼要玩真的呢 我一直判讀他其實是要增加 跟國民黨談判的籌碼 為什麼 或是說跟郭台銘談判的籌碼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地方人是認為喔 地方人認為郭台銘最近在跟議員互動的時候都說 如果國民黨提名我 那我就常常來 但是如果沒提名我 我就偶爾來 意思就是說 如果提名我我會常常幫你站台 要鈔票有鈔票 要選票有選票 如果沒提名我我就偶爾來 偶爾來 這個偶爾是不是選舉前不一定 但重點來了 黨內是藍西郭台銘未受徵兆 會不會重演四年前 想要跟國民黨黨主席 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合作或是獨立參選的夢魘 你怎麼看老柯現在的狀況 這個以柯文哲來講 他說登記參加民眾黨內 就代表他一定會登記到中選會的那個登記嗎 其實我覺得也不一定嘛 因為民眾黨是很有彈性很靈活的啊 他是黨主席嘛 那現在柯文哲 民眾黨決定提名柯文哲 那可不可以到之後 民眾黨再開一個會決定說要跟郭台銘來合作 都柯文哲說的算 因為一個政黨內部事務 這是他的家務事嘛 沒錯 等於是就像是如果我說我在我家 登記參選護長 護長 就代表說我一定會去中選會登記參選市長嘛 不一定 對 所以這個是這個狀況啦 當然他要做新聞 因為柯文哲現在民調第三名最怕邊緣的話 沒錯 所以他一定要為自己保溫嘛 去美國 好去美國回來 哇現在去美國也去過啦 總不可能馬上去中國嘛對不對 那那怎麼辦啊 登記黨內 給他再做一個家務 我覺得這是這個動作啦 第二個是說 郭台銘有沒有可能說 如果國民黨真的不提名他 跑去跟郭柯配 對 好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說 這一次可能 郭台銘還是很年輕氣盛啦 再一次年輕氣盛 因為 他之前就把自習的這個路給切掉了嘛 他說會全力支持國民黨提出的人選 對 所以變成是說 郭董 他去到美國回來之後 開的那次記者會 他宣布說 如果是提名侯友宜 他會全力支持侯友宜 這等於是切斷了 他未來跟柯合作的後路 沒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朱立倫 對於郭台銘 現在國民黨對郭台銘 肆無忌憚的在進行政治詐騙 這樣大家在討論什麼 P2P借貸什麼 有了沒了 其實國民黨在對郭 就是玩這種啊 對不對 他就說 絕對公平 對不對 然後徵召最強的 然後派出一個黃建廷說 應該就是侯友宜了 然後過兩天再說 沒有啦 侯友宜是第一階段 後來還有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嘛 這些東西是什麼 一直去撩郭台銘 讓他覺得 我有機會 對 我有機會 心很癢 因為朱立倫都講說要最強的嘛 所以我只要成為最強 我就會被徵召 所以我現在開始做大肇事 我要去跟地方派系 去跟延青標 去跟張榮衛這些結合 我要告訴朱立倫 我才是最強 你看郭台銘現在一心一意 往我要變最強 這有點像什麼 就是說 這個兩個人之間 有個互相追求嘛 我追求你 然後你也不好意思拒絕我 然後就用這種比較委婉的方式 其實等於拒絕了啦 但是他相信說 只要我成為更好的人 我就有機會跟你在一起 對 所以郭台銘現在處在這個狀況 那處在這個狀況的郭台銘 因為他相信國民黨 所以他把跟柯文哲的後路切掉了 沒錯 切掉之後 對於朱立倫來講 他現在為什麼要怕郭台銘 你郭台銘如果最後又食言而肥 又吞下自己的諾言 跑去跟柯和的時候 國民黨最高興啊 他就說你不守信用啊 滑牌狗 不是說要支持我們侯友宜嗎 怎麼這樣子 那這樣剛好 國民黨還等於一次解決郭柯兩人 對 所以我認為說 郭台銘這次的政治幕僚 依然還是不太了解政治 他應該保留最大的籌碼 保留跟柯合作的可能性 這樣才能夠最大程度的威脅到侯友宜 威脅到朱立倫 為自己在國民黨中開出一條路嘛 那第二個以柯來講的話 他當然希望郭可以跟他合 可是這個合呢不是說郭來當總統他配副總統 他是希望郭的錢可以跟他合 因為以郭台銘來講他最多的就是這個資源嘛 包括他跟什麼議員立委閉門座談的時候 你覺得為什麼這些議員立委要去跟他座談 沒錯 因為未來這些藍的立委要選的時候 他當然也期待郭董給他忽援啊 他當然期待郭董除了站台之外 還有更多其他的支持嘛 沒錯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柯當然對郭還有寄望 可是柯自己他也很難放下總統 選總統的這樣子野望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會無限曖昧 無限接近 可是真的會不會配成對 我覺得機率是很低的 怎麼每個人跟郭台銘都想要無限曖昧 或是無限詐騙 可是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就是不讓你登上那個龍位 很奇怪有錢有錢也是個罪過 但是郭台銘的那些講話 其實某種程度就是用錢在勒索人 沒錯沒錯 他也知道他的優勢 他也知道你們大家看中我的就是我的錢 然後所以他也知道你的弱點 所以我用錢來綁住你 威脅你 要不然我就 我會來喔 我常常來 我常來的話錢可能就會來喔 我講的最現實一點啦 挺猴的新北市議員有兩個人呢 現階段呢忐忑不安啦 誰 一個叫林菁姐 一個叫做葉元之啊 不知道要不要收到邀請函 為選舉我也希望有抖內 可是呢 我已經被點名做叫是猴家軍了 結果這個時候呢 我就問葉元之啊 要不要去啊 我收到邀請函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 人家都不要邀請函了 人家打電話 你什麼傢伙 你有邀請函 這一語到處是說 藍營 就阿苗說得太對了 每個人坐在選舉啊 藍營的人都希望花點錢嘛 他有資源更好啊 可是呢 針對 郭達銘跟後尾之間 很多人會選擇左右逢源 沒錯 但是葉元之跟林菁姐 現在應該是沒救了 所以某種程度 葉元之跟林菁姐 還算是專情啦 在政治上 還算是一個 他很想跟人家鈔票出軌 在政治上還是一個 痴情男子 和葉元之男的有做對事的時候